许优自紫远 许优的计策 很大原因就是认为许优是曹操发小 同学 袁绍疑心他们暗通 郭图跟许优有过节 当时郭图告诉袁绍 许优家人因犯法而被收捕 袁绍听信了郭图的谗言 把许优狠狠地羞辱了一番 让许优气愤至极 其实许优的才能远在郭图之上 只不过不会抱粗腿 捧臭脚 顺风皆疲罢了 一怒之下 许优被袁投曹 曹操听说 许优到来显足相迎 就是光着脚就跑出去迎接 还口称许优的字 其欢喜与亲切之情不易言表 许优深受感动 并为曹操设下偷袭袁绍军 囤粮之所乌朝的计策 建议曹操清兵骑乌朝 烧其自重 曹操立即付诸实行 刘曹洪 寻优手迎磊 亲自率领不齐五千 冒用援军旗号 人贤美 马富口 美人带一束柴槽 夜走小路偷袭乌朝 到达后立即围攻放火 袁绍因此大败 曹操以弱胜强取得关渡之战的胜利 曹操大军穷追猛打 许优献祭引张和之水平定济周 曹操攻克济周 许优居公自傲数次大庭广众之下 呼喊曹操小名阿满 为什么曹操叫这个名字呢 据说在安徽伯州一带 自古有一个奇怪的习俗 就是人贵名剑 很多人家的小孩 一直都长到12岁采取名字 怕阎王从生死步上看到小孩的名字 把小孩带走 也有的人给孩子取个贱名 想一次不引起阎王的注意 比如大柱子 锁头 狗圣 驴蛋 小凤就是希望孩子可以平平安安地长大 曹操的父亲曹松 原本是夏侯家的人 因为他爷爷曹腾是太监 不可能有后代 夏侯家又与曹家感情很好 所以夏侯家就将一个柚子给了曹家 就是日后的曹松 曹松后来长大又生下了曹操 曹家真是欣喜若狂 把曹操当成大宝贝一样对待 同样的 担心阎王把曹操带走 因此曹家便一直不替曹操取名字 不巧的是 这次换到夏侯家生不出男孩了 曹家很担心夏侯家会把曹操给要回去 因此更是把曹操给藏了起来 只是在怎样躲藏 稀瞒 还是应该给曹操一个称呼吧 连隔壁母狗生的小狗都有名字了 难不成要叫曹操 小白嘛 但只要提到曹操 曹家总是瞒呀瞒呀 含糊的骗 日子一久 就索性叫曹操阿满 这也就是曹操阿满小明的由来 当时那个时代 叫人大名都不恭敬 没礼貌 得称字 当面提小明那就是骂人 但曹操都一笑吱吱 一方面 当时的曹操求贤若渴 比贤下事 另一方面 曹操虚虚实实 不能毁了敬贤之名 其实 此时的许游应该见好就收 但许游这家伙 不思悔改 不仅当面不敬 背后也大不敬 一次许游跟随曹操到达夜城 口出狂言 曹安满如果没有我 你能从此门出入吗 拿得下这几周吗 曹操说 没有子远妙计 我老家都保不住 许游小人得势 鞠躬自傲 极其轻视曹军谋成武将 逢人便吹 众人皆有怨言 但也没什么办法 曹承相都没脾气 我们也认了吧 许游碰见郭家也是这套词 郭家身为曹操 帐下第一谋士 何等聪明 早就看透了他的下场 笑而不达 跟看耍猴似的 寻遇相当于汉高祖刘邦 帐下萧和既有洁癖 又有人癖 这种人都不善你 假许是三国最聪明的人 既能安邦定国 又能明哲保身 好好好事事事 我等你嘴见踹死 千不该万不该 许游碰到许楚 许游傲慢地对许楚说 你们如果没有我 怎能从此门出入 许楚一听非常生气 回答说我们出生入死 舍命血战 夺得城池 你吹什么呀 喜游骂道 你们这些人都是皮肤之勇 蠢猪笨驴 只懂瞎撞 何足道哉 许楚大怒 苍狼狼拔出宝剑 喜游一看 怎么这你把剑干什么 难不成还敢杀我 来来来 伸脖子 照着来 许楚什么人呀 定位死后 曹操仗下第一猛将 所向无敌 警卫团团长 曹操睡觉 他坐床边磨刀的主 他磨刀越想 曹丞相睡得越香 深得曹丞相信任 他在门口坐着曹人 曹洪都不敢进去 忠心耿耿 也是兴如烈火 一看 你他妈斗气啊 抡起一见 耳轮中就听见 扑地一声 人头落地 许楚提头来见曹操 诉说许有无礼之急 曹操假装生气 想征性惩罚许楚 为三个月马吧 后葬许悠 试想一下 许悠要是在刘备集团 这么犯件 惹了张飞会怎么样 我估计三爷会把他脑袋 砍下来当酒壶喝酒时 还后葬 做梦去吧 许悠知死历史上 有好多大家评论 真正原因 都不去管 我只是表达一下 自己的看法 就跟现在好多人一样 自以为有点小本事 一瓶子不满 半瓶子光荡 小人得势 能招的不能招的都招 该惹的不该惹的都惹 跟谁都犯嘴尖的毛病 不死都新鲜 这种人你就庆幸你妈 把你生在和谐社会吧 乱师早让人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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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